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基拉 今天我們開的這台車是福斯的T-Lock R 它的定位是性能版本的跨界CV 目前在台灣市場沒有一個很直接的競爭對手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像Mini Countryman ZCW難道不是競爭對手嗎 這台T-Lock的售價是179.8萬 可是Mini Countryman ZCW232萬 比起來的話差距真的是有點大 所以我們認為它還是沒有一個直接的競爭關係 我們之前已經試駕過T-Lock的280跟330TSI車型 這次試駕T-Lock R其實我想去找出一個答案 就是原廠給它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就是一台CUV的完全體 還是說它真的是一台性能車款呢 這些我相信在今天的試駕裡面都會找到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去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那在進入試駕的環節之前 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T-Lock R在外觀內裝 甚至是車載系統部分 跟一般的T-Lock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外觀的部分 最明顯就是它有一些黑化的套件 包含了19吋的黑化人圈 然後後視鏡的蓋子是黑色的 另外在C柱 它還貼了一個碳纖維紋路的貼紙 那在內裝的部分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有一個R的方向盤 另外全車所有的試駕 都是能夠黑化它就黑化 看起來是更加有一點速殺氣息 有些人會覺得 這樣子運動感是比較強烈的 車載系統最明顯的改變 就是它提供五種駕駛模式 還有節能舒適一般賽車 還有一個個人化 所以你可以更自由的 去調整你車輛的設定 如此一來就可以把車子 調成最適合你自己喜好的樣子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試駕的環節 首先就是要來體驗一下 到底這300匹馬力 開起來是不是真的那麼有感 那我們先來切到賽車化 切到賽車化馬上 第一個就是排氣管的聲音就變了 因為發門已經打開了 再來不管是變速箱 或是轉向手感 以及已經激情度等等 這時候都發生了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它不像在一般模式下 即便你知道它的動力是夠強 但是它給你的感覺 都是一點一點釋放給你 但是當你切換到賽車模式之後 這感覺馬上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這種衝勁 整個車馬上就活了起來 包含我們自己開車的人 以為會立即收起我們剛剛那麼悠閒的態度 用一個比較緊繃的感覺 就跟它對抗 我覺得這個動力真的是不錯 尤其在上坡 我覺得它這個變速箱 目前唯一一個限制就是 如果這時候我們想要換一個比較低的檔位 我想要維持一個很高的轉速 它是不允許的 比如說我剛才想要降到二檔 它就會有一個嗶嗶嗶說 不行喔這樣可能會上變速箱 我覺得你還是收一點 但是在我們之前開車的邏輯 我覺得二檔可以啊 我只要二檔紅線 但它都給你 不過即便這樣子不行喔 它給的動力還是很夠的喔 在整體的駕駛感受上面 它是一個平順的曲線喔 從平順然後慢慢往上拉 這樣子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體感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好像沒有以前300匹的新年車一樣 體感那麼強烈 但是呢 等你轉速往上延伸上去之後 尤其過了4500以後 那我延伸感真的是很不錯喔 前面剛好也有一個公路車正在賠掐 那我們稍微慢一點喔 那在這台車上 因為它配備了電子懸吊系統 我在四驅開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舒適或Eco 即便它整體來說還是有一點點 路感比較強 偏一點的運動化設定 但是我相信對於大部分來說 它是在舒適的範圍之內 不過呢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 即便是當我們切到R模式 它也不會出現說很跳啊很癲啊 只要路況沒有太差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台車即便是在R模式 它的綠針效果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啊 後座的人可不可以接受 你覺得呢 後座可以嗎 我覺得後座的共鳴有點不舒服 長時間我耳朵都應該要守不住 當你開到R模式 後面它的排氣管聲 整體共鳴會形成一個比較明顯的共鎮 這時候你的耳朵會這樣 有點被那種鼓動鼓動的感覺 那這部分就要看說 大家有沒有辦法適應這樣的模式 那我個人是可以啦 我沒差 但如果說你的家人不能適應的話 你可能這時候還是盡量不要開R模式 真的很讚耶 好啦新的要開那麼快 這次要回檔萬物會比 開慢一點 好啦好啦 那不然我們切到節能模式可以吧 好謝謝 那我們在試駕T-Roc R之前 其實我們發現 很多網友對這台車它有一些問題 但因為它沒有辦法實際試駕 所以沒有辦法獲得一個解答 好那假設說你不管是對其他車款有疑問 或是說有些地方你想要獲得一個驗證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影片下面 跟我們留言跟我們點菜 或是說在我們官方的YouTube平台上面都可以 那我們下來看看 T-Roc網友這一次有什麼問題 好那個第一題 最便宜的R 188.8萬有300匹馬力 真香 這還不香嗎 這台車你坐到現在你還不覺得香嗎 即便我現在用舒適模式 這台車很棒耶 你看吧 第一個馬力 300匹馬力 已經到100公里 加速只要4.9秒 我相信這樣的性能 對大家來說 絕對都是夠用的 再來這套4MOSI系統 它除了可以提供一個很精準 很穩定的操駕感受之外 它依然包含一個很高的自主性 就算你用一個很快的節奏去開它 讓它隨時維持在一個極限的範圍之內 但是呢 它不太容易會突然出現一個 比較不聽話啊 然後突然間出現推頭啊 這種感覺 在這台車上啊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很可控的 都是可以依照你的意志 去自由發揮的 所以這樣那麼厲害 188.8萬你會想買嗎 老實說我真的會有點心動 因為本來我在想說 假設我今天要買R 我優先考慮我會是Golf R 但是今天開完T-Roc R之後呢 呃 真的有一點動搖耶 還以為你會買提供R 提供R我覺得不會是我的首選啊 因為當我今天買休旅車的時候 尤其是中型的設備 我手要就是在家人 在家人 嗯 就不可能開快嘛 所以那多出來的動力對我來說就沒有用啦 好啦好啦 那不是網友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好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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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8代的架構相比啊 4Motion少了後軸左右扭力分配 只有前後的分配 這一點你怎麼敢 呃 假設說啊 你今天常常把車子開到極限狀態 然後呢 你也認為喔 左右扭力分配對我來說是有幫助的話 那真的還是有差別喔 因為這台車喔 基本我們剛才講 它的可攻度是很高的喔 但是在真的很極限的狀態下的時候呢 它整體的調性喔 跟前居車喔 反而是比較類似的喔 它會或多或少的出現一點點 轉向不足的現象 那之前我們在試喔 新世代的4Motion的時候 它確實就改進了這部分喔 只在車頭的指向性喔 以及車輛的整體的調性 做出了一些調整 那也就是因為喔 它的後軸呢 左右扭力可以自由分配喔 那像現在呢 我真的用一個很極限的方式 想要鑽進這個彎道的時候呢 車頭呢 難免啊 都還是會出現一點點轉向不足的現象 但是之前我們在試 新世代的4Motion系統的時候 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它是不存在的喔 等於在彎中呢 你一樣呢 是可以很穩定 又俐落的切過這個彎道 那我覺得這主要還是取決於說 你平常開車喔 到底有沒有開這麼極限 以及呢 當它出現一點點轉向不足的時候 對你來說會不會造成困難 假設說 你沒辦法滿足這兩個條件的話 那我覺得是不是 新世代4Motion系統 對你來說可能差別就不是那麼大囉 好啦 那再來說這一次呢 導演這邊準備的問題有點少喔 不過呢我想這以後呢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不管是這支影片 或是在我們YouTube平台上面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們呢 你對於哪台車的哪些部分 有些想法 或哪些需要驗證的部分 都可以跟我們反應喔 那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我們今天試車的主題喔 就是這台T-Log R 它到底有沒有滿足我 當初對於T-Log R的期待 我們先講結論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當初我在試T-Log 330 TSI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一台很Balance的車子 唯獨兩個地方我不是那麼的滿意 第一個當然就是動力嘛 畢竟沒有像這個有300匹那麼的熱血 那麼的激情 再來就是啊 T-Log 330 TSI啊 即便它整體的Balance相當的不錯 但是如果說你要拿來代步用車啊 你難免就會說 這個懸吊這麼硬喔 它四驅座真的是有一點痛苦 那在T-Log R上面呢 因為它配備了電子懸吊系統 所以呢 這個問題呢 其實馬上就解決了 而且呢 它是解決得相當的漂亮 不管啦 你今天啊 是要順順的開 比如說四驅開啊 或者是單純高速控通勤 或是呢 雖然你要在山路上 用比較快的節奏去駕駛它 我認為這台車啊 在整體的舒適度方面呢 都算是相當不錯的 嗯 所以我認為整個車系來看的話 我本來已經很喜歡 T-Log 330 TSI了 但是自從試過 T-Log R之後 我覺得這真的是T-Log的完全體 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T-Log R 那就可以下車了 你真的講那麼好 人家會有什麼事業呢 呃 啊 這車子真的很好嘛 好人發誓不是業配啊 其實才要三驅了 好了我發誓 這絕對不是業配 哈哈哈哈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Skoda的Car Rock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T-Log R上面 會有哪些可能影響你購車決策的重點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性能表現強勁 在T-Log R上面 本身就擁有300匹馬力 0-100公里的駕駛也只要4.9秒 再搭配上秤值的DSG送離器 自首排變速商的情況下 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的熱血 就產品定位上來看的話 即便我們把它稱之為性能車 也不為過 第二個點 操控與舒適並具 雖然說T-Log R它本身是CUV的定位 但是要讓這台車充滿操駕樂趣 其實對於福士來說 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而且因為它配有DCC電子懸吊系統 所以你有多種模式可以調整 這也讓T-Log R成為了操控以及舒適並具的存在 第三個優點 最便宜的R 就福士目前各車系的R桿來看的話 T-Log R確實是最便宜的一台R 也成為了福士車迷圓夢的最佳途徑 假設這台車的定位以及空間 剛好符合你的需求 我認為這會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一台R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空間相對較小 由於T-Log R它本身就是一台跨界CUV的設定 所以空間的部分其實並不是它的強項 假設說你在空間的部分 其實有著比較高的需求 那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轉頭看看 性能相近 比如說旅行車定位的Golf 5R 或是中型SUV設定的鐵逛R 第二個理由 平台世代較舊 由於T-Log R它本身是7.5代的平台架構 所以跟現在最新的8代平台 還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差別 比如說內裝 就沒有像現在8代一樣 看起來那麼的新穎 另外在風魔水試用傳統系統方面 也沒辦法像8代一樣 擁有左側側扭力的分配 那這部分就要看你自己如何取捨了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